俄國破壞和平入侵烏克蘭 全世界都予以嚴厲譴責 我們一樣非常嚴厲的 要譴責這種侵略行動 同時我們會以民主國家同步予以制裁 台灣跟烏克蘭情形大有不同 我們不但在世界的產業中重要 同時無論就地緣政治或地理環境 以及台灣全國的團結努力 我們對於有一些境外勢力故意運作 認知作戰有人予以互合 身為不齒 我們絕對會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我們一定會跟世界的民主國家同步 堅守國家主權保護人民安全 主委你怎麼看最近烏克蘭的情勢 有點緊張 有些人就說今日烏克蘭明天不完 主委會為我們台灣奮鬥嗎 這些講話就是無知 想問一下因為現在烏克蘭局是那麼緊張 有人就會擔心台海嗎 那麼當然對岸也有對一些動作 包括貢金又平平擾臺 這個我倒沒有特別注意到 我想這一陣子以來呢 我想總統跟院長呢 都一再的指示各相關的單位 注意一下整個烏東情勢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也做好各項的應該有的準備 特別是我們當然也注意到對岸也有可能做一些認知作戰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們大概是關注的是在這一點 那此外之間呢 我們也看到這個烏克蘭的政府機關 也受到一些網路駭客等等的攻擊 所以我想總統跟院長都已經指示各相關單位 在這方面多加強 要我們不要自作多情 什麼 就是這個國牌辦發言 讓我們不要自作 我想這個還有意義跟他回應嗎 好